可以董帥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拿去看看 那條那條 那條有記住嗎? 不知道車載還在不在?希望在 請問現場 不要摸 現在摸的人不要摸 喜歡現場 嗯 差不多打開 嗯 可以照他裡面嗎? 可以照裡面嗎? 他的衣服 他睡覺的地方 前面有衣服 他穿著衣服 然後後面現在他在睡覺的地方 收穿著 收穫器 嗯 嗯 在還在 但是並沒有什麼奇奇怪怪的味道 這應該是 吃飯啊 吃飯啊幹嘛的 柯先生之前留下來的餘物之一 也不知道為什麼 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收走 但是我們決定 希望 我們決定在這邊錄 EVP 也希望他可以回復我們 可以回復我們 因為 畢竟曾經 我還蠻欣賞他的 柯老大 因為你曾經在政壇上面刺叉風雲 其實我還蠻崇拜你 也崇拜你的行為 你的一些行為 其實 在一般人的眼中 他可能認為你是醜角 但是我認為你是一個 敢說 敢做的人啊 有什麼怨氣 你都會直接 用行動來表示 所以我對你是蠻佩服的 所以現在我要跟你 請教一些問題 跟你聊聊天 然後希望你能用這台 EVP 來給我做一點回應 好嗎 柯四海先生柯老大 你在嗎 你在這裡突然往生是因為生病嗎 新聞報導有說 你原本是 新聞有報導說 你很討厭馬英九 馬英九把你的牛抓走了 我請問你 你六年前是住在台北火車站 還是住在三重 你能幫我預測 預測一下 2024年的總統 會是誰當選 今天算是 跟我偶像致敬的一集 好不好 雖然我的偶像怪怪的 喜歡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但是有很多事情 其實他是 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就比如 流浪狗 雖然他負面評價很多 很多人還是 不喜歡他 但是他對 事情的執著的態度 跟認真的態度 是可以讓我們好好學習的 好不好 那今天 我們就以跟 朋友的方式 來跟他聊天 我希望他可以回覆我 好累 我想 請問你是柯老大嗎 跟我說你叫什麼名字好嗎 我不想訪問錯人 又或者你想要跟前總統馬英九說什麼 你的經典名言可以再講一次嗎 你的經典名言可以再講一次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欸 欸 幫我回放 他剛剛是不是說 你覺得你到老的時候 如此窮困潦倒 是政治迫害嗎 所以你不要講出來 又什麼要講出來呢 今天選舉選完了 開票也開完了 多次 錢還要 你所有的錢 都花在政治上面嗎 有沒有最後的錢 是被騙光之類的 曾經你在台灣政壇的外號叫什麼 可以回覆我嗎 你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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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壇裡面有你欣賞的人嗎 政壇裡面有你欣賞的人嗎 如果都沒有喜歡的也可以說 沒關係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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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生前就是居住在這裡 我想 你應該還是會回來你往生的地方看看吧 剛好我們今天來也剛好是頭七 再的話碰一下機器好嗎 謝謝 後面 謝謝你 後面 嗯 柯老大 麻煩停一下好不好 好謝謝 再過十五分鐘 就是你頭七的日子 你願意接受我們的訪問嗎 願意的話 可以讓中間那一台儀器亮一下嗎 那個天線你 你靠近它好不好 可以嗎 你有辦法讓它亮嗎 如果你沒有辦法讓它亮的話 左邊 你現在人在左邊是嗎 你正在靠近儀器是嗎 因為燈亮的是左邊 你可以停一下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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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兩台你有嘗試過了 也摸不起來 你可以亮一下右邊的音樂盒嗎 可以嗎 希望待會EVPE會有很大的反應 嗯 還是 你的能量已經不足了 需要香火 來點音好了 點音好了 點音好了 點音就是號號 沒有膜了 沒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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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屎哥感應到 這是屎哥還是你 是我嗎 中間那台 不是啊 中間那台 中間那台有亮耶 中間那台有亮耶 來屎哥你手摸過要看多近才會叫 到這裡 有看到嗎 中間那台亮了耶 我頭在這裡而已 蛤 我光只在這邊啊 來來再一次 屎哥要靠那麼近才會亮耶 中間那台亮了 你們有看到嗎 要補藍水它就有反應了耶 我們沒有帶香啊 我們以香煙代替香 掉了 掉了 有沒有回去看過你 這個小孩 下冰反應很大 我想請問你 剛剛我們的觀眾說 有聽到髒美丹 你最愛的是髒美丹是嗎 還是你最恨的是髒美丹 恨 恨 恨 等一下有車有車有車 這不會是 剛剛上邊叫好了好幾次 嗯 傳聞 我剛剛有問你外號是什麼 你是忘記你的外號叫什麼了是嗎 你的外號是四個字啊 可以說出來讓我們知道嗎 可以嗎 我們很希望你這個回覆 對 對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 對觀眾說的 會不會懷念 你當抗議天王時候的時光啊 每天新聞版面都是你 你會懷念那段時光嗎 在他的車邊問看看 他說不定在車 他說不定躺在車子裡面之類的 我們去他車子旁邊問看看 柯董在嗎 你好 你好 你在車子裡面嗎 哪裡 哪裡 他沒有聽到 這是 柯老大 最後居住的地方 也是往生的地方 嗯 那 今天這個直播 就紀念 一代傳奇人物 好不好 沒有任何挑釁 也沒有任何不敬 那就是當 粉絲跟偶像來 聊聊天 柯老大 保重啊 保重保重 這是第一次 跟你聊天 也是最後一次來跟你聊天 希望你 好好保佑自己的家人 好好保佑你的小朋友 好嗎 好嗎 我們刷一波那個 抗議天王一路好走 給柯大哥看一下好嗎